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發生在表面上 表面上 那這個表面 跟可能跟氣態裡面的其他的一些分子發生反應 那有哪一些因素來決定? 這個表面本身的本質 還有呢? 要跑來跟它反應的反應 反應物的這個本身的本質 還有還有一個 對,溫度或壓力 那上次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後來下課的時候有很多同學跑來問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開始繼續 那A跟S S我們一般是指的是surface A的話呢指的是要來跟這個surface發生反應的物質 然後他們要先預見形成AS 好,你可以把這個S指的是surface 好,那A就是要跟它反應的 好,那要形成AS 我們上個禮拜也跟大家講了 有兩種情況 一種叫做物理性的吸附 還有一種呢? 化學性的吸附 好,那常常是兩個伴隨在一起的 要在進行開始化學性吸附之前 它通常要先足夠靠近 所以先會有物理性吸附 然後再進到化學吸附 好,但是也有可能它只是就是停在物理性吸附 它不見得要到化學性吸附去 它沒有chemistry的話就不會過去 好,就不會進行化學 好,那要去quantify 我們從這邊開始 A指的是absorption,吸附 這個是A跟S它要先形成一個反應中間體 一個複合物 好,所以這個符號不是A乘S 是A跟S它們足夠靠近形成的一個 複合物的反應中間體 好,那concentration of AS AS它的濃度我們怎麼去描述 覆蓋率記得嗎? 好,覆蓋率 那覆蓋率的符號通常用SIDA 那SIDA怎麼表示? S0就是一開始在還沒有任何A過來跟A作用之前 總共它有多少可以發生反應的位點 比如說現在有一個平面 假設它是一個平面 正方形的平面 或者任何形狀的平面 那你去圍觀的來看的話 它其實是比如說 S某一種特定的表面 它規則性的排列 規則性的排列 那你假設如果有100個S0好了 100個可以發生反應的位點 那A現在要過來跟S發生反應 A 那發生反應所謂在表面上發生反應是什麼? 先形成AS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S 這邊到處都是S 但是呢在某一些特定的位置上 A跑過來跟S形成一個AS 那所以你要去計算有多少覆蓋率 百分之多少的表面被覆蓋 那你是不是就是所有的可以接位點的S 分之被A接了多少 有多少個位點已經被A接上去形成AS 比如說你現在100個 但是呢有10個位點被A覆蓋 好 形成AS好了 AS有10 那你的覆蓋率是多少 百分之10 對就百分之10 所以就是所有的 還沒有接A之前的所有的位點 分之接了多少位點 好那個是覆蓋率 好 那所以 我們如果從這邊來看 如果一開始全部的那個 百分比是1 幾字號之前我們說了嘛 就是通常你看到幾字號就代表數目 數目多少個 所以 Number 數目 Number of A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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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如果從平衡的角度來看喔 如果一開始是1 然後呢有A過來 那它會被 它會去跟S發生反應 跟S發生反應的 同時就表示 如果假設覆蓋率是 θ好了 那是不是就是有 如果全部total是1 那這邊就是θ 那這邊就是1-θ 然後A是A的濃度 好 那所以K 不管是什麼K啊 就是它的平衡常數 那現在是一個C負現象 所以我們用一個KAD來表示 這是一個C負現象的平衡常數 好 等於什麼 是不是要等於AS A S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等於1 然後呢 S變成什麼 原來是1 A 那有百分之θ θ θ θ跑過去變成AS 所以它剩下多少 剩下1-θ 然後A 好 那你可以 怎麼 你可以去一項調整 一項一下喔 如果我們用這一個覆蓋率 放在一邊 其他的數值放到另外一邊去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關係 是不是這樣 OK 或者呢 你如果用反應速率來表示 這是平衡常數嘛 那平衡常數它等於正反正向的反應速率常數除以反向逆向的反應速率常數 所以你這一個term 這個平衡常數你也可以用Ka除以Kd來表示 好 那這一個關係式告訴你什麼意義 看起來不是很複雜 看起來不是很複雜 但是它這個式子它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KaD是由什麼來決定的 某一個特定的表面 它跟一個特定的一個物質反應的時候 那它是不是就決定了它的平衡常數 比如說它如果是一個銅的表面 跟它是一個金的表面 好 然後呢 其中有一個A要來反應 在不同的表面上 你想一下它平衡常數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式子 告訴你了 一個在表面上發生的反應 它的覆蓋率是由什麼來決定的 覆蓋率是跟它的平衡常數 跟你表面這個的identity 以及A它是屬於哪一個種 它是哪一個A的identity 有關嘛 好 那所以這個兩個 它這兩個是主角 它就決定了平衡常數 好 然後咧 你的A的濃度越多 當然你可能 你的覆蓋率就有可能是越大的 好 那從這邊你就可以去決定你的覆蓋率 那反過來也一樣 如果有一個實驗 你可以去測量它的覆蓋率的時候 你就可以掌握 如果A 這個K平衡常數跟A這個的成績 那通常A的濃度 實驗上是可以掌握的 對不對 你可以去從實驗上面控制 也就是說 當你知道你放了多少A進去 你去量測它的覆蓋率 你就可以得到平衡常數 OK 好 或者是你知道平衡常數 然後你放了多少A 你就可以去推出它的覆蓋率有多少 好所以還蠻簡潔的 一個方程式 所以從這個柿子喔 你去移向一下 你從這個柿子 你把SIDA 你去解出SIDA來 能不能解出SIDA 你現在我把那個直接在造草椅之後 1 SIDA 所以你從這邊代換一下 移向調整一下 你可以得到KADA 除以1加KADA 同意嗎 同意嗎 看得出來嗎 或是一步一步來 你把1-C打1過去喔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去處理 用SIDA 當作就是要去求出SIDA 它跟KAD還有A的關係嘛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 蛤 怎樣 好 謝謝 然後咧 有SIDA向點 你再把它移過來同一邊 所以這邊變成SIDA加上KADA CIDA 有沒有 這邊移過來 同樣有CIDA向的移到同一邊 好 那因為這邊同樣都有CIDA向 所以你把CIDA提出來之後 這邊是不是變成CIDA E加KADA OK 好那你再把整個這一項 再移到右邊去 你就可以得到CIDA 等於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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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反應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 式子 蛤 哪裡重要 蛤 哪裡重要 哪裡重要 我剛剛不是才說過嗎 我剛剛不是才說過嗎 只是方的一個方式表達 所以它是跟這兩個 其實是同一個 同一件事情 只是一項整理而已 那這一個叫做Legmere 它只是一個 換一個方式表達 那 跟我剛剛從這邊 跟你們講的那個意義是一樣的 一個覆蓋率 是由什麼來決定 由平衡常數 以及A的濃度 這兩個變音 來決定 OK 你就可以去算出來了 跟這邊是一樣的 但是 他們一般用Legmere 表示的時候 是用 把它整理成這個式子來表示 那其實這個 就是Legmere的變形 好 有一個期刊喔 在討論表面科學的 就叫做Legmere 所以你可以去那個 Appreciate 它這個Legmere equation 是很重要的 好 那從這個式子 你可以看出什麼端倪來嗎 當A的濃度很小的時候 以及跟A的濃度很大的時候 它的Behaviour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 當A的濃度很小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它可能會是什麼星星 行徑A喔 如果A的濃度非常小的時候 那既然很小 表示什麼 這一個像是不是可以忽略 這個可以忽略 這個可以忽略嗎 不行 所以θ它就會近似於什麼 KAD A 也就是說覆蓋率 跟濃度 激近於乘正比 乘線性 乘正比的關係式 那當A的濃度很大的時候呢 很大的時候 那表示 這邊哪一個像可以忽略 1可以忽略 對不對 那1忽略之後會變成什麼 就變1 對啊 θ就變成趨近於1 換句話說 當你的A的濃度夠大的時候 這個表面幾乎會被全部覆蓋 百分之百的覆蓋 覆蓋率就變1 所以你如果去畫一個 畫一個關係式 KADA 以及θ的關係式 就你會發現在比較A的濃度低的時候 它一開始呈現性 但是隨著它慢慢漲 慢慢的往上 覆蓋率越來越高 到A的濃度足夠大的時候 覆蓋率是趨近於1的 對 洪順熊 對 反應物要來跟S Surface反應的 對 對 就是擦掉了 第一步要A跟S先形成一個複合物 那如果這個反應機構 它是AS形成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product 變成產物的話 的這樣子的反應機構 好 那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只有一種A 但是如果某一個表面 它現在A也可以跟它反應 但是還有其他的物質 比如說B好了 B也可以跟Surface反應 那你想會發生什麼事情 競爭沒錯 他們就會競爭同一個位點 競爭S 那競爭的情況下 那我們怎麼去描述這個 複雜 錯綜複雜的關係 這種叫做競爭的 competitive absorption 競爭性吸附 跟他們一樣 比賽 點燒 頭 組合 これで 其中一個 就是两种 甚至是两种以上的物种 他们要去竞争在service上的同一些位点的时候 那你可以怎么描述 所以除了我们刚刚说的A加H可以形成AS之外 现在如果有B的presence B也在现场的话 B跟S也可以反应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形成BS 换句话说 A跟S他们现在在竞争同一个位点 那我们这个对A来讲 KAKD我们上面标一个A 对B来讲我们就标B 标在上标的地方 那如果是A cover A覆盖到表面 我们就说这个是A的覆盖率 A的覆盖率如果是θA 那S呢一开始的时候是E 对不对 但是有一部分被覆盖了 但是除了被A覆盖的之外 它也可以被B覆盖 所以如果B的覆盖率是θB 好那你想S它会变成什么 E 本来全部如果是E的话 扣掉被A覆盖的 还要再扣掉被B覆盖的 所以就变成E 减掉θA 但是它还要减掉θB 一样这边也是一开始全部是E 但是呢扣 你要扣掉被A覆盖的 以及被B覆盖的 然后这样子 以此类推 那所以如果用一样刚才 用平衡的观点来看的话 在平衡的时候 它必须要去符合平衡常数嘛 就这样子 中文字幕——YK 好,這邊你們可以自己回去自己試著推導一下 好,我們這邊就不帶著大家一起推導 好,所以你從這邊你可以 你只要知道了A的偏常數,B的偏常數 你可以去推到A的覆蓋率 還有同時B的覆蓋率 或者你從實驗上面去量測A的覆蓋率 以及B的覆蓋率的話 你從這邊試指,你有兩個 兩條試指,然後你有兩個位置數 你就可以去求出A的平衡常數 以及B的平衡常數 好,這蠻方便的 那如果我們考慮一個情形是 當A的平衡常數,就這一個term 這一項如果遠大於其中一項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如果其中這一項KAA遠大於B,KBB的時候 那麼C.A會近似於什麼? 所以這樣遠大於他 對不對?那如果他們都遠大於1 應該說這樣遠大於1 遠大於1的時候 那變成什麼? C.A會近似於1 那這時候C.B呢? 蛤? 近似於... 因為真相已經被消掉了 對不對? 然後... 咦? 等一下 沒有,應該是這樣子講 C.A.B等於什麼? 先這樣 對不對? 那所以他這邊變成近似於0 好,這種是競爭性的吸附的時候 你需要考慮到的一些因素 那通常在表面上發生反應 有一類的反應,催化 往往都是在表面上發生的 好,催化的英文叫做Catalysis Catalysis 可以認識一下 那催化它分成什麼種類? 種類 以前有沒有學過催化? 對,雲相催化跟飛雲相催化 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再談一下 催化的這個部分 其實跟我們之前在講動力學的時候 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很相近的 你就可以想一個大原則 可以apply到很多不同的層面上面 這個是這個字要認識,還蠻重要的 催化 好,一個是homogeneous catalysis and the other is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那通常一個催化反應在發生的時候 會有一些基本的特性 有一些特性 characteristics 第一個特色是一個催化 通常往往不是一步到位 往往會經過好幾步 好幾次的反應中間物 一步一步像這樣爬坡這樣,一步一步 不是一蹴可及的 transform into final product through many steps 好,那第二個特色 你們在學催化的時候 應該有印象 催化劑它本身的量會不會被消耗掉 不會,所以它會再生 它是一個促進反應發生 促使它加快 但是它本身沒有被消耗掉 所以第一個特色是通常會經過好幾步 第二個特色是 catalysis or catalyst 是催化劑 Catalysis 是催化的這個過程 這個現象 然後 catalyst 指的是催化劑 通常是 regenerated 再生 然後第三個特性 既然它會經過反應中間體 既然會經過反應中間體 那最後這個催化劑會再生 往往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是可以派上用場的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近似方法 它通常我們會縮寫 你寫到這邊 approx 就點一點 近似 can be applied 好,那現在 我們在談催化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找出的 的一個最高指導原則是什麼 在談催化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希望能夠知道 某一個催化劑它是不是有效的 對不對 它怎麼去影響反應速率 如果它有催化 它一定是改變了反應速率嘛 讓它加快嘛 它加快多少 那跟這個 enzyme 這個催化劑本身有什麼關係 跟substrate有什麼關係 好,這之間 這些效應、這些因素之間 它怎麼去相互關聯 Catalyst Catalyst 那在催化當中 生物體系當中喔 這邊再介紹給大家一個字 酵素有沒有學過 enzyme enzyme 有學過喔 enzyme enzyme它就是一種催化劑 ok ok 好 那要去了解 enzyme的 酵素的催化的話 我們一樣再把它的式子寫出來 這邊喔 E代表的就是enzyme 你也可以把它用我們剛剛那個A 來表示 都一樣 只是符號而已喔 它只是一個符號 但是你要知道符號 這個符號代表是什麼東西啊 好,enzyme 跟某一個特定的substrate 好,它要跟它反應 要接的一個那個substrate 接在一起 好,它們可能會先形成 這個中間體 ES的複合物 然後ES 再反應 經過反應產生產物 那跟之前不一樣的是 這邊enzyme 它又會回來 又會吸出來 好,又會再生 變成product 加enzyme ok 好,那每一步一樣 它會有它的 數據常數 好,K1 它回去了叫K-1 過去這邊變成最後產物的叫做K2 A1 我這邊標示一下 A1 代表的是enzyme S 代表的是substrate 或是surface 但是現在這個surface 跟我們剛剛談的那個surface不太一樣 它不是平的 它可能是一個蛋白質 它可能是一個 要去跟enzyme跟它接的 那個規則不見得是平 一定是 通常不是平的 就是它 Duck過去 跟它反應過去 substrate P就是product 受體 對 可以解釋成受體 好,那你來看一下 哪一個species它是用SS approximation 你說 E加S 然後變ES 然後變product加E 誰最有資格用上SS approximation E可以嗎 蛤 ES 對 我再問它 我在考它 ES 好,ES 為什麼 蛤 後面說的 因為它是一個反應中間體 反應中間體 這邊是不是才剛講的嗎 反應中間體 通常如 通常它的濃度很小 那它就可以apply SS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那怎麼用 既然它可以派上 它可以用上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我們就把它 在我們之前 會寫的這個 它的速率 表示方法 表示出來 所以怎麼表示 是 來,黃一針 我們要把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用上這個 反應中間體 那你把它 要怎麼去描述它的 反應速率寫出來 從它的反應機構那邊看 大家也試著寫一下 來來來 分比給你 ES啊 你去看過去的 跟它 從ES要反應出 去掉的 消耗掉的 好 在臉上 我們在餐廳中的地方 做的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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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K-1是什麼 K-1是什麼 K-2是什麼 嗯哼哼 然後咧然後 曾玉琳 OK好 知道齁 E-S從這邊過來 K-1的 就是1乘上S乘上K-1 那還有E-S消耗掉的是 它可以往回走 走K-1的這條路也可以走K-2的 所以是E-S K-1-E-S K-2的E-S 那因為它現在在用的是 Steady-State Approximation 所以可以等於0嘛 它就可以解啦 來誰要上來解 好吧 好吧給你們那個下課時間 趕快偷練習一下 好 我們休息10分鐘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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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